欢迎回来日群日踪 在生活当中 我们使用的任何科技 还有电器产品 都需要经过一再的测试 功能是否正常 才能够卖到消费者的手上 而在过去 这项比较精密的工作 都是交由国外的大厂来处理 不过现在台湾的质贸电子 也逐渐的打开知名度 他们的测试过程 可以说是精密又可靠 获得了很多客户的信任 更足以跟世界大厂竞争 不少产品都位居世界第一 也因此创造了 每年6000亿新台币的巨额上级 生活中的手机 电视 电脑等科技产品 在送到消费者手中之前 都得经过重重关卡 测试性能有无故障 这样的隐形冠军企业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过程 全球每年创造的商机 就高达6000亿新台币 台湾的龙头大厂 质贸电子加入战场 多项产品试战率 位居全球冠军 想办法狭凤中求生存 那就做那些他们这些大厂 没有做的东西 所以个人店会这样的起来 是带出一些新的东西 是这些大厂没有做的 如果你是一个世界级产品 我们当然就有机会把它卖到 全世界各地区 这叫世界级产品 那对这个世界级产品 我们自己刚才下了一个定义 就是精准 可靠 独特 要做就要做到最顶级 这是智茂董事长黄清明的 基本理念 搭配少量多样策略 1984年四个交大毕业的年轻人 就这样打进全球市场 创造出年营业额超过50亿的大厂 进入到个人电脑的这个产业 刚刚在萌芽的时候 以个人电脑为中心的相关的 一些周边的东西 这都是新的东西 这些新的东西的测试仪器 其实也都是新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那看起来是我们也可以试试看 不但拥有全球首创的LED灯泡 自动组装检测技术 还有全球唯一最高亮度 数位广告刊版的显示器检测技术 让欧美日的市占率达到30% 台湾也超过一半 不但效能与美日媲美 价格更是日本的一半 美国的七成 物超所值成了至胜关键 确保说你的比如说 测试仪器的精准度 可靠度 不能输给国外产品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台湾的比如说各方面成本的比较低嘛 所以我们做出来以后的售价 就可以很严选比他们低了 我常常在台湾以下 也许我们台湾的薪资水准比较低一点的关系 这也是我们的竞争又市之一 策略性步步进逼 口耳相传的口碑 让台湾耀升世界舞台 不但拥有世界多项大奖 2013年 它更获得经济部卓越中间企业的殊荣 靠的就是40条产品线 通往国际市场 走进制茂的军事重地 一条条生产线几乎24小时不停机 包括电力 电子 被动元件 到LED照明 太阳能 绿能电池 包罗万象的产品 几乎样样都交出漂亮的获利成绩单 尤其最重要的研发单位 被董事长视为最重要的秘密武器 画出精细的设计图 检测多样的产品 上百位台湾最精英的工程师 就在这里脑力激荡 尤其制茂更耗资数百万 打造一间完全隔绝电磁波的高科技实验室 测试仪器 你就是要测量一下这些产品 所以你要非常精准 我这样精准是看这个产品需求 你至少要很精准 第二个就是说它用来做生产测试用 人可以加班可以换 机器可是不能换 所以你要耐操 好 那个就是所谓的可靠 专业天线上下增测 背测仪器360度自转立扛死角 在这间实验室中 能百分之百测量出 每一台仪器的电磁波是否超标 光是这个小小环节 就耗费巨大工程 台湾的专业程度 不输国际大厂 即使累积了100项相关技术 拥有364项专利 深耕全球之后 智茂面临了最大的困境 就是创新的技术研发 每年投下上亿元还不够 专业人才成了当务之急 希望能找到一些比较有 优秀的底子的这些学生 然后进来以后 然后从实物上去训练去磨练 然后变成对我们的这个领域 比较专精的 所以跟学校的这些合作 就变成非常重要 能够早一点去 透过这个学界的这些研究 让他们就说在这边有兴趣 然后进而有一些学生可以 将来可以 我们也可以 能够聘人与学生能够进来 人才成了最重要的资产 除了积极和各个大学 接洽建造合作 为了留住专业 还打造了相当于六星级的 健身房 游泳池 スパ池 供忙碌的员工 消消喘口气 加上政府支持 研发创新日行月异 对这个技术的发展 是说相当不予以理 所以过去要突破这些新的技术 其实我们也用了 这个经济部的科研 科技专案 还有工业级的独立性产品 所以这一部分 过去的这二十几年来 的确政府对我们 在这一部分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给我们一些 这些专案的研发补助 所以让我们很顺利地 能够开发不同的产品 那这些产品 后面的确是带回来 很多这些营收厚利 有了人才 研发商品的自动化 成了提升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客制化的商品 在欧美都可以看得到 智茂在欧洲推出检测巴士专车 让车子开到哪 就能立刻提供服务 自动化因为每一家都是要 想要就是说 如何能够更有产出更多 成本能够降低的 所以每一家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的过程 它的那个制程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客制化的需求 它做的那个次序不一样 或者它配方不一样 等等 所以在自动化部分 就比较多的自动化 掌握好基本盘 虽然研发技术在台湾发展 但袭井大陆的策略依旧势在必行 从创业开始 智茂电子不曾亏损过一毛钱 产品越独特 含金量就越高 不过董事长也强调 科技产业隔行如隔山 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就是避免贸然跨领域的投资 回归本业才是最重要的原则 智茂的主力产业电力电子的测试 已经成为全球市占率第一的 世界级企业获奖无数 默默耕耘 成为台湾科技产业的隐形冠军